想要了解当下文艺青年的状态 你一定要读萨利鲁尼的作品 2018年 27岁的萨利鲁尼 凭借小说正常人获奖无数 牺牲世界最知名青年作家 他的另外两部作品 聊天记录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 同样风靡全球 有人质疑他名不腐蚀 小说中事无巨细的描述 拖沓冗长让人迷失 也有人喜欢这种风格 认为人与人关系中的细枝末节 都被细腻呈现 不管哪种评价 无可置疑的是 他弥补了一种空缺 就是对当下青年生活状态的真实描述 他们的性 爱情 成长 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反思 关于社交媒体下的人际交往 关于阶级分层 身份鸿沟 经济衰退 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维系亲密关系 他的作品并没有宏大叙事和人生巨变 也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但他却在如实描述普通日常中 呈现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在微小细节中具象化一些宏观层面的问题 并创造了一种氛围 让读者在阅读别人故事的同时 也不断回看起身 去看见在我们内心深处 或逃避或生性 或被他的作品所唤醒的一些情绪和认知 你看过鲁尼的哪部作品 他又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欢迎留言 这里是他故事 喜欢就顶个赞吧